当地时间14号 美国首都华盛顿爆发大规模抗议游行集会 持不同观点的抗议者之间多次出现对峙和冲突 截至当地时间15号凌晨 集会和冲突仍在持续 根据华盛顿警方发布的消息 14号的集会和冲突已经导致21人被逮捕 另有两名警察受伤 14号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 在白宫附近 美国国会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前举行集会 抗议大选结果 其中包括一些极右翼人员 而与此同时 包括反对种族歧视的民众等 持不同意见的人员也举行集会 双方之间发生言语和肢体冲突 据悉被逮捕的21人中 有5人面临与枪支有关的指控 两人涉嫌袭警 一名将人群投掷烟花的26岁青年 被控用危险武器实施袭击 其他人则被控不同程度的袭击 扰乱社会治安 损坏财产等罪名 据报道 这些被捕者年龄多在2、30岁 其中还有至少两名女性 14号当天 除华盛顿外 在北卡罗来纳州 德克萨斯州 密歇根州等地 也有特朗普的支持者 举行抗议集会 举行